强将雨袭击全国多地 湖南湘潭捐水河段三处绝口 衡阳山体滑坡 称州八村失联 黄河流域东北多地陷洪水过程 殉情凶猛 如何全力助劳抗洪救灾防线 戈兰高地遭袭至12人死亡 以色列总理及防长霍授权 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军事报复 加沙停火谈判难突破 离以冲突会开辟中东新战场吗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 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我是于飞 7月29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东帝问总统奥尔塔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 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塔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中国同东帝问传统友谊远远流长 中方愿同东帝问一道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东帝问一道 朝着三个更高的目标 引领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一是坚定相互支持 打造更高水平双边关系 二是坚持互利共赢 开展更高质量务实合作 围绕产业振兴 基础设施建设 粮食自己 民生改善等四大重点领域合作 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为契机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助力东帝问经济自主和多元化发展 三是 共促全球南方事业 开展更高层次多边协作 阿尔塔表示 东帝问希望进一步巩固发展 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粮食安全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助力东帝问实现国家自主发展 东帝问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台湾独立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切努力 南海问题应该由当事国 通过谈判自主解决 东帝问愿同中国等地区各国一道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和农业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航空运输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地问民主共和国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7月2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意大利分出古丝绸之路两端 中义两国要秉持和弘扬思路精神 从历史维度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推动中义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 中义两国产业优势互补互为机遇 中方愿同一方推动经贸投资 工业制造 科技创新 第三方市场等传统合作优化升级 探讨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中方欢迎意大利企业来华投资 愿进口更多意大利优质产品 希望一方同样为中国企业复益发展 提供公平透明安全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支持一方举办2026年冬奥会 希望一方为中国公民复议提供签证便利措施 习近平强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唯有坚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 才会带来共赢发展 希望一方理解和支持中国发展理念 为推动中欧加强对话合作 促进中欧关系积极稳定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梅洛尼表示 一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 挖掘更多潜力 深化两国经贸投资 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推动更多意大利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一方反对脱钩锻炼和保护主义 愿为推动欧盟同中国关系走深走实 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 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 2024至2027年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 2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退役军人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强调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 和强军新军事业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 退役军人所判 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 服务保障好 教育管理好 作用发挥好 权益维护好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希望广大退役军人 永保革命军人本色 坚定信念 爱国奉献 奋发有为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接下来进入到焦点对话 受今年第三号台风隔美的影响 湘江流域多地发生强降雨 一级支流 涓水发生了自1972年 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已有三处堤防出现决堤险情 今天下午1点40分左右 涓水湘潭县河口镇 华中村低段发生绝口 长度超过30米 当地立即展开人员转移 和抢险出险工作 而在昨天傍晚和晚间 湘潭花石镇 易俗河镇两处堤防 也先后出现绝堤险情 洪水迅速淹没 不进部分村庄 其中 易俗河镇新唐村私心堤出现的绝口 到今天中午 已经扩大至79米 应急管理部 立即从多地吊派专业救援力量 赶赴绝口现场 加紧展开封堵工作 由于昨天的这两次绝口险情 事发突然 又是在夜晚 不少村民来不及转移 被洪水围困 当地连夜开展救援 今天凌晨 消防人员在易俗河镇新唐村 挨家挨户排查 截至今早7点半 受险情影响较大的新唐村 新虎村 3832名群众 已安全转移 今天下午3点左右 花石镇龙潭村柳树湾 掘口完成河龙 滴内积水基本排完 私心堤的掘口 目前宽度变化不大 愿内外水位基本持平 油速减缓 抢险方案已初步确定 现场条件限制 它就是只能够单向进站 这是一个难点 另外一个难点 就是道路狭窄 这个交通受限 就是我们的物料运输 就是可能会有一定阻力 这个封堵速度 不会那么快 捐水是湘江一级滞流 在湘台县境内的长度为 64.9公里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 昨天捐水出现 超低防防洪标准的 超保证水位 部分河段水位 创历史记录 目前水利部指导湖南省水利厅 加强捐水上游水库调度 为下游应急处置 创造游利条件 有关捐水绝口封堵最新的情况 马上来连线正在湖南相谈的 新华社记者胡韩伯 你好胡韩伯 刚才其实我们在片子里 也介绍了救援人员 说的这个四星滴绝口封堵的情况 其实是受到很多现实条件制约的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封堵 目前主要面临的难点有哪些 好的 于飞 是在绝口发生的当晚 我们新华社的报道团队 就已经步行进入了绝口 我们就是在离开了公路之后 步行进入那个土地 那么这一来一回 大概是一个小时 那么这次步行进入现场 我的感受是 这条土地交通情况不是很好 就是路面非常的狭窄 同时坑坑洼洼 不利于这种大型的机器作业 同时封堵绝口所用的这些石料 也是需要这种大型的卡车车辆运输 那么运输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两侧都被水流给覆盖了 小型的冲锋舟 它是无法把这种封堵绝口所需要的大型石料 运送到作业处的 这个是我们在现场最直观的感受所面临的一个困难 相关的物料运输难度很大 那另外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和四星堤 隔阂相邻的华中村河段又出现了新的绝口 那么这是不是也给当地包括排险 除险带来一些新的考验和困难 另外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为了这些受灾群众能够顺利转移安置和救助 当地都做了哪些工作 是的 新的困难肯定是存在的 因为首先多发生一处绝口肯定有多一处困难 因为这几处绝口的这个地理条件都是相似的 所以说他们面对的困难也是相似的 都是现场的交通情况不是很好 因为都是在这种村庄田间 它是没有那种能供大型的聚员车辆 包括挖机啊 吹土机啊 这种运输作业的公路的 同时呢 第三处绝口 我在现场 当时我是没有进到绝口处 因为进到绝口处的这个乡间的公路 是已经被洪水覆盖了 我们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航拍镜头 飞了很远很远 才看到了绝口 那么在现场对于群众的安置呢 我也是了解到 当地是非常的重视 首先给出的方案是 由群众首先是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 叫投亲靠友 因为群众他们对于洪水的来临 他们的反应非常迅速 很多群众呢 是来到了安置点之后 也是在这个自己的自发的选择下去 投亲靠友 那么剩下的一部分群众呢 就是留在了安置点 就是在我们这里是河口中学 那么安置点我了解的情况呢 就是群众的饭菜非常的丰富 然后安置点是提出一定要群众吃好 喝好 休息好 可以说在现场我聊一聊情况呢 群众的安置目前是比较妥善的 好 谢谢 河汉博给我们从一线带来的报道 那台风隔美移动的路径的变化 也让湖南成为了强降雨的中心 部分区域的降雨量也突破了历史机制 除了低防漫灌 绝口险情 部分山区还发生山洪灾害 以及房屋倒塌 道路受损等情况 昨天上午8点多 弘扬南越区寿越乡越林村 因山洪引发山体滑坡 冲垮一栋民宿 事故发生后 当地投入救援力量700余人 大型救援车辆10余辆 并调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 截至昨晚7点半左右 现场救援工作结束 共搜救出21人 其中15人遇难 6人受伤 郕州滋兴市从26号起遭遇特大暴雨 部分站点24小时降雨量 突破湖南省历史极值 地处大山深处的八面山乡 道路受阻 通讯中断 8个村庄一度失联 今早 10个救援队徒步挺进失联村庄 探查灾情 帮助转移受困群众 三架直升机向交通受阻地区投放饮用水 食品等生活物资 8个村庄已经全部恢复通联 株洲市延岭县同样遭遇极端强降雨 出现房屋受损 路面塌方等险情 并有6座桥梁受损 其中 中村大桥在27号中午出现桥面沉县 护栏错位等情况 在桥中间护下去了 护下去了 这边高低了 巡查人员立即封桥 疏散过往车辆和居民 桥梁随后发生坍塌 坠入河中 因风桥及时 未造成人员伤亡 自26号以来 湖南全省公路因强降雨 导致阻断60处 到今天上午10点 已抢通33处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 紧急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湖南 好 相关的话题呢 我们在上海演播室 邀请到了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新 韩所长您好 刚才围绕着四星滴绝口封堵 其实我们也聊了不少 包括我们一线的记者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信息 其实现在主要难点有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它路面特别窄 大概大部分路段只有3.5米这么宽 可能只能放下一辆小轿车 另外它的承重载重也非常低 大概20吨左右 所以大型货车是很难通过 再有一个就是它虽然淋水 但是它旁边没有什么航道 我们通过航运的方式把这个物料送过去也很难 所以这么多的难点 您怎么看从专业的角度 这个救援应该怎么救 围堵应该怎么围 如果从效率来说 应该说直接在绝口的地方进行封堵 效率是最高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条件的话 可能只有在这个区域相对的上游 就是把这个来流水给它堵住 然后相对于这个区域的水游相对稳定以后 可能再通过水路的话创造条件 想现在可能也只能这样子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洪水还没退去 可能这么操作难度也是比较大 是的 可能这个代价或者效率来说 可能比这个在绝口位置来应对处置的话 可能效率也慢得多 好 谢谢韩首长给我们提供的专业观点 我们另外也看一下这个东北地区 受到连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 鸭绿江的水位也在持续上涨 今天上午11点 鸭绿江的干流荒沟水文站的水位 达到了18.3米 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发布了洪水橙色预警 请言和各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 也要加强防范 截至到今天早晨 鸭绿江城市段的流量 已经达到今年最大流量 25000立方米每秒 城市段的超警戒水位 在2.5米以上 为了防止江水倒灌城市 辽宁丹东市从27号下午 启用了交通防洪门 截止到昨天晚上11点 全市45座交通防洪门 已经完成封堵 目前丹东已经启动了 城市防洪二级应急响应 累计转移城乡居民1万多人 除了鸭绿江 东北地区的多条河流 都因为强降水影响 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 今早6点18分 武丹江寨水位228.81米 低于警戒水位0.19米 水位持续上涨 随后 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 发布牡丹江牡丹江段 洪水蓝色预警 据预报 牡丹江站30号早晨 将出现洪峰 水位可达230.17米左右 超警戒水位1.17米 洪峰流量5500立方米每秒 截至今早7点 辽宁共有17条河流 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其中大型河流7条 中小河流10条 全省共62座水库水位上涨 正在有序放水 而在昨天 国家防总将吉林防汛应急响应 提升到三级 并派出工作组赴吉林 协助指导相关工作 在白山境内 松花江等江河水位急剧上涨 大量积水涌入 导致街道 农田 以及房屋积水严重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 对受积水影响的居民 进行转移疏散 并使用排涝设备 进行排涝作业 在吉安市 持续强降雨 引发泥石流 滑坡 产生石处灾害点位 经过昼夜奋战 目前已抢修完成三处 此外 当地还预防性转移安置群众 保障生活需求 截至昨晚9点 吉安市共转移安置7000多人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继续请出韩兴韩所长 韩所长 刚才通过这个新闻片段 可以看到这个辽宁吉林这边的 整个洪水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 来势汹汹 我们看到今天下午2点的水利部 也把辽宁和吉林两省的 这个防洪应急响应 提升到了三级 目前我们得到的数据是有78条 在整个松寮流域 78条河流已经是超紧了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一区域它的防汛的复杂性 包括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来应对 坦率地讲 南方北方进去防汛防带的工作 还是有差异的 应该说东南沿海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 从6月到9月大概是个汛期 所以每年的话都有这个应对 但是我们照我们的概念上来说 北方应该是干旱少雨 所以同样的这个降雨的强度 那么对于北方来说 它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不管它的防汛的工程措施的能力 和应对的物资 包括各方面的准备 应该说还是面临了比较大的挑战 那如果现在北方的话 面临这么一个现状的话 应该说要很好地做好 像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也就是说要可能是要通过国家这个层面 来帮着北方来一起做好 各方面的应对的准备 包括其实民众对这个洪水的认知 可能也是需要有一方 同样的情况可能他们这样的场景 可能见的不是很多 对 所以加强教育和宣传其实也是必要的 是的 好谢谢韩所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除了这个整个长江流域 包括东北地区 其实现在黄河流域的情况也不甚乐观 我们接下来重点就来聚焦一下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目前这个防汛抗洪的形势 同样也很严峻 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水温局在今天介绍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 黄河发生2024年第一号洪水 今天上午9点36分 黄河上游干流糖奶害水温站流量 达到2510立方米每秒 未来水势仍将继续上涨 达到洪水编号标准 形成黄河2024年第一号洪水 经研判决定 黄河防总黄河水利委员会 分别针对青海省启动黄河防汛四级 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发布黄河上游干流青海河段洪水蓝色预警 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河道工程 和提防巡查防守 密切跟踪雨景水情发展趋势 及时发布预警 据水利部监测 目前糖奶害水温站下游的 龙阳辖水库和刘家辖水库水位 均低于汛县水位 汛县水位以下库容11.95亿立方米 通过调度龙阳辖水库和刘家辖水库 有效拦续洪水 本次黄河洪水过程 不会对刘家辖水库以下的 蓝州等重要城市和重要提防 造成重大影响 台风隔美影响之下 西南 华北 东北地区 还将会有强降雨的过程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预计 今天夜间到31号 云南 贵州 重庆 陕西 山西 金金冀 东三省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大道暴雨 局地大暴雨 累计的降雨量 是50到180毫米 云南南部等局地 可能会超过250毫米 并且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 相关区域的强降雨天气 可能引发城市内涝 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 滑坡等灾害 好 我们继续请出 韩所长 防汛防灾 其实房子就是一个关键的 那面对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说到各地可能都会遭遇到的 这个暴雨考验 我们该怎么样把预警和预案 尽量地做到前面 尽量地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还有就是现在正好是暑假 那公众在出行的时候 该怎么样来防范风险 尽量地做好自我保护 我想如果从这方面准备来说 一个预警要早 我们必须腾出一定的准备时间 应对要时 也就是各样措施 人财务的话要准备到位 也就是说要具有形成一个 应对的处置真正的能力 第三个方面恢复要快 当然这几个方面 综合起来的话 应该说对我们提出了非常 这个严格的一个要求 另外如果在外面的话 可能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 现在刚好是暑假期间 大家可能都出去旅游 所以至于这些 这个防范风险点 要有一个提醒 第二个方面 如果一旦遇险的话 一方面要普通 这个普通命令听指挥 不能够自己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还有呢 就尽可能不要到 现在已经可能预报了 这些有可能 这个发生这个险情的地方 再去旅游 当然另一方面呢 可能越是险情的话 可能旅游景色越好 所以这方面 务必要引起的 我们每一个 出现在的高度的警觉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重视 我们也在这儿 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在这个讯息 要出行的时候 最好呢 是先提前了解一下 当地的天气情况 以及交通情况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哥兰高地遭习致12人死亡 以色列总理以及防长 霍授权对黎巴嫩珍珠党展开军事包 加沙停火谈判难突破 离以冲突会开辟中东新战场吗 中东地区可能将面临一场 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 当地时间28号 针对此前一天 哥兰高地遇袭事件 以色列安全内阁 召开了持续四个多小时的会议 授权总理内塔尼亚胡 和国防部长加兰特 对黎巴嫩珍珠党 采取军事打击行动 具体的打击手段和时间 由这两个人决定 加兰特警告称 离珍珠党将会为其行为 付出沉重代价 当地时间27号 以色列占领的哥兰高地 遭到了火箭弹的袭击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舆论指出 这是本轮巴以冲突以来 以色列极其所占 地区遭受的最致命的袭击 袭击发生在 哥兰高地的一个社区足球场 尽管当时防空警报已经响起 但由于时间太短 在场的人员无法及时逃离 以国防区发言人哈加里 当天晚间表示 所有遇难者的年龄 都在10岁到20岁之间 事发第一时间 以色列就咬定 是黎巴嫩珍珠党 发动了这次袭击 使用的伊朗制造的 拉法克系列重型火箭弹 为黎真主党独有 但真主党方面 对这次袭击事件 矢口否认 称当天确实袭击了 哥兰高地 但绝对没有袭击 这一社区足球场 哥兰高地 是1967年 第三次中东战争时 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 夺取的领土 这次被袭击的社区 属于德鲁兹人 他们是阿拉伯人中的 少数民族 在哥兰高地 遭袭之前 以色列曾对黎巴嫩 发动袭击 造成四人死亡 离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 丧生的四人 来自不同的武装组织 至少有一人 属于真主党 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 请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 研究员 董曼远 特约评论员王强 也将在线参与讨论 先要问到董先生 董先生 以色列是一口咬定 但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却是失口否认 你怎么看待现在双方这个态度 还有就是 通过您的观察 对于哥兰高地这次的袭击 除了真主党发动之外 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现在这个真主党 对这个事件做出了否认 但是这个否认呢 不起关键作用 以色列他这个 有这个严密的侦测系统 也就是什么方向 发射什么武器 怎么发射的 他都应该能够掌握 那么更重要的是 现在这个以色列呀 他这个从这个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 那么内塔尼亚胡 有对真主党啊 出重手打击的政治需要 那么从这个政治需要上来讲呢 无论是维系六党联合政府的稳定和继续执政 无论是规避加沙战后的追责问责 无论是免除内塔尼亚胡个人四项贪腐指控的麻烦 还是说更高层面上维护以色列的永久安全 绝对安全 这些呢 都现在要取决于对真主党来大打出手 那么我认为呢 以色列对真主党这个大打出手啊 是正在迫近 是恐难避免 那么 现在呢 这个我们也知道 真主党它的军事实力比哈马斯要强得多 另外黎巴嫩呢 它的战略纵深也比加沙要大得多 此外呢 真主党也有完善的这个地道系统 而且现在真主党做了预警 包括贝鲁特西郊啊 包括这个黎巴嫩南部地区 包括巴勒贝克古地 现在都做了疏散 所以呢 以色列现在要对这个真主党要出手 无非是两个方向 一要对他的高层领导人呢 展开定点清除 就像几十年前 以色列成功的这个除掉真主党最高领导人 穆萨维那样 第二呢 是要对黎巴嫩的这个经济进行沉重打击 那么以色列已经扬言要把黎巴嫩打回到石器时代 那么我们知道 以色列也知道 这个现在呢 要重创真主党武装力量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黎巴嫩的基础设施 比如说电站 这个输便电工程 桥梁 隧道 水厂 这个燃气设施 各种仓储设施等等 这些呢 都明摆着呢 那么以色列呢 要对他这些设施进行打击 摧毁了黎巴嫩的经济 那么我们知道黎巴嫩经济现在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如果再遭到进一步的打击的话 那么以色列的目的无非是使黎巴嫩国内各派 包括基督教 包括德鲁兹派 包括逊尼派 大家都对真主党产生怨愤 那么进而呢 触发黎巴嫩的内乱动荡 最好是黎巴嫩内战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制约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呢 对以色列的攻击 那么至于如果是这一个手段 得不到这个明显效果的话 下一步才会考虑 是否以1982年出动10万地面部队 这个清剿黎巴嫩 那样的一种作战方式了 主持人 好 谢谢董先生的分析 刚才董先生也强调了 以色列对真主党开战呢 看来是在所难免 而且这对以色列来说是政治需要 那双方之间的这个紧张局势啊 也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并且是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 以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28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对以色列占领的格兰高地城镇 遭火箭弹袭击一事表示谴责 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发布声明 警告以色列不要对黎巴嫩 打起新的军事冒险 强调此局可能会导致地区局势 继续向战争方向发展 此外 叙利亚 埃及和约旦也分别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 并敦促国际社会干预 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美国方面的反应比较耐人寻味 据悉 美国总统拜登的高级顾问 阿莫斯·霍赫斯坦 27号晚间 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电话称 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采取的方式不能导致局势失控 尤其避免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大城市 发动袭击 指责黎巴嫩真主党 因为戈兰高地城镇遇袭负责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不希望看到冲突升级蔓延 并重申对以色列的支持 与此同时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公报称 美军罗斯副号航母 被部署至美国第五舰队作战区域内 该区域覆盖大约250万平方英里的水域 包括阿拉伯湾 鸿海 阿曼湾 亚丁湾 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部分地区 战争的弦越崩越紧 在各方的高度关注下 以色列会不会出手 会如何出手成为了最大的悬念 离军方人士透露 29日上午 以色列无人机 对离南部边境五个城镇和村庄 发动六次空袭 其中对东南部一村庄的袭击 造成两人死亡 三人受伤 以军还向该地区九个城镇和村庄 发射了30多枚炮弹 以媒28号援引以官员的话 报道称 以色列将猛烈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但无意发动全面战争 预计以军打击行动将限制在几天以内 尽管如此 有报道称 黎真主党目前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并撤离了一些军事阵地 其发言人阿菲夫称 该武装组织正处于动员状态 另一方面 黎巴嫩开守政府还在以外交 努力阻止局势恶化 李外长哈比伯28号称 真主党一直指袭击以色列的军事目标 而非民用目标 应该排除真主党袭击哥兰高地城镇的可能性 他呼吁对此次袭击事件展开国际调查 以查明真相 好 我们继续请出两位要问的王强 王强按照以军方的透露 以方的报复可能是几天内的猛烈打击 好 您认为他会怎么样来猛烈打击 那么之前对伊朗驻叙利亚的使馆遇袭的时候 双方因为是有限度的报复 所以是相对淡化收场 但是这次如果双方互相升级报复 有没有可能会引发新一场战争呢 好的主持人 我想这个以军所谓的猛烈打击 极有可能是整体作战重点打击 也有可能配合军事威慑行动的实际军事行动 我们有两个观察试点 第一个是从6月初开始 以色列就已经在北部方向 展开了针对黎巴嫩珍珠党的相关军事行动的兵力部署调整 但是过去两个月 以色列军方多次威胁珍珠党方面 说自己马上就要开展非常激烈行动了 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局势升级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所以有分析人士也指出 这就是以色列与珍珠党互相加码 相互威慑 吓着对方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然后这一次的一个打击的微妙所在 就是珍珠党打击目标 它是涉及德鲁斯派别的 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 当地宗教领袖认为 以色列当局不要做出这个回应 是比较妥当的一个词仓的回应 但是以色列现在至少六名内阁部长 都展示了要采取报复的姿态 这说明以色列方面 是有可能借助这一次 政治党袭击事件 扫清国内的政治独立 放手在黎巴嫩南部地区 展开进一步军情动 而且以军之所以下这个决心 我想与伊朗内部政治形势 发生变化有一定的联系 因为伊朗的新总统被外界称为是改革派 在竞选的时候 就承诺要与美国希望国家改善关系 以解除经济制裁 推动经济发展 这就决定了即便以色列放开手脚 要打那么伊朗方面要读出 这种争纷相对的反制 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是那这方面我们再要请董先生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态度 你看美国他一方面说 以色列是有权自卫 但是采取的方式不能够导致局势失控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又把航母部署到了相关的海域 你怎么来看美方的心态和意图 从美与关系的互动看 一方面我们知道内塔尼亚 刚刚访问完美国 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 而且他整个访问的特征 是对共和民主两党同时下注 那么反观现在看 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党 他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还是他现任总统拜登 以及他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现在也都在争取以色列 所以现在既然以色列里面边界出现了这个情况 而且内塔尼亚胡又抓住了一个高举 右翼民粹主义的大旗的机会 因为我们知道戈兰高地 德鲁兹村庄遭到珍珠党的袭击 他是死亡的人都是儿童 这个情况比成年人遇到袭击 军警遇到袭击 使内塔尼亚胡抓到了动手的 更强有力的这个道义理由 所以现在美国一方面说 支持以色列拥有自卫权 同时又希望冲突不至于演化成 以色列与珍珠党的全面战争 实际上从内塔尼亚胡 现在的他这个作战部署来看 应该是个有限的打击 那么这个打击 还是我刚才提到的 集中有限的打击他的经济目标 同时找机会搞定点清除 那么无意升级 假如说是升级了 美国的担心 无非是怕伊朗直接介入 但是从伊朗现在的内政外交需要看 伊朗直接介入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主持人 稍后我们再同两位进行联系 刚才其实我们在分析了 这个离异冲突最新的这个局势 恐怕我们在分析这个局势的时候 还要放入另外一条主线 那就是正在艰难进行的 加沙的停火谈判 对的确 这个风险确实在不断的升级和外溢 离异冲突升级 也让本轮巴以冲突扩大的 这个风险越来越大了 与此同时 加沙地带的停火谈判 却依旧是果足不前 当地时间28号 以色列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四国官员 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 讨论加沙地带停火和交换 被扣押人员的问题 根据媒体的报道 由于乙方的立场较此前更为强硬 令谈判难以取得进展 媒体透露 四方会晤的前一天 以色列向美国提交了 最新的停火协议方案 方案要求 对重返加沙北部 加园的平民进行筛选 同时 乙方继续控制加沙南部 连接埃及的费城走廊 而哈马斯方面则表示 在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加沙之前 不会接受任何新的提案 相关的问题 我们继续请出 董老师董漫远先生 从董先生您的观察来看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北部 和黎巴嫩真主党开战的话 那么我们反观 加沙地带这个停火 是不是变得更难了 我感觉呢 这个直接的互相牵动作用 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加沙冲突 它是根源 那么离以边界的这个冲突 它是一个半生现象 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多次表示 如果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它就罢首 而且呢 这个罢首呢 包括停火换人 换取的这个叫做 几周的这个停火 这个都会导致呢 真主党的罢首 所以呢 现在呢 从这个无论是哈马斯方向 还是这个里色列方面嘛 都有停火换人的政治需要 那么哈马斯的政治需要 是利用停火换人呢 完成他的长远斗争布局 那么为了今后的这个地下斗争 做准备 那么以色列方面呢 是为了安抚国内的民众 然后下一步再去剿灭哈马斯 好 谢谢董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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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